在时代瞬息万变,事物云涌的今天 人们要不如蝼蚁般苟活 要不如昆蓬般逆风翱翔 在加拿大,每一分每一秒都会闪现创业者的身影 他们在光影间刻画出不一样的生存法则 创业容易,但能吞下艰辛把业稳扎稳打的人又剩多少 在创业浪潮拍倒一批又一批前赴后继的冒险者时 由华人创立的多伦多Weztronic软件精英开发团队 带着他们的云端智能收银系统越发展露头角 历经无数个起起落落 十年前新研发的第三代POSE系统 Mini POSE四合一收银系统终于横空出世 瞬间制霸多伦多市场一时无两 成功无法复刻,但可以分享 直接覆盖超过一千多家餐馆、奶茶店、各类零售店和便利店等的 Mini POSE收银系统到底有哪些优势? Weztronic这支与多家北美知名科技公司合作的华人团队如何成为行业的佼佼者? 今天秀山访谈与开发人李汉忠先生谈谈他们的创业故事 为你揭开Mini POSE智能收银系统的神奇之处 您好,目前见到多伦多市面上很多餐饮店、建材店、零售店 正在使用你们Mini POSE收银系统 能请您谈谈您是如何选中这个 现在已经被证明是一个很成功的项目吗? 好的,就我简单说一下 其实我跟我PALLA創立的公司在十年前,大概是应该2009年吧 当时我们还是做普通的IT业 像那些跟MSI做应件服务 后来我们讨论了,看了一下市场 留意了很久,就说发现 特别是我们华人市场里面 就是很多的店面 他们做零售的还是只是一个简单的电子收银机 甚至是只是手写单 就给我们的考量就觉得这个市场应该有得做 因为这个时候在北美市场 在洋人圈里面是其实很贵 他们一套当时是四到五千块钱是很平常的事情 那一般的小店消费不起 而且他们用的语言是英文的 所以在我们华人圈里面肯定是接触度很低 那那个时候我们就有这个冲动 来做一套这样的收银系统 那当时整个环境的时候 当时还没有什么云的概念 像现在苹果啊,Google啊 有云端的概念 那时候我们已经很前卫 已经往这个方面有这样的想法 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云端的系统 所谓云端系统是跟数据是 就是把数据送到服务器上面 主题就是我们的主要的思想 就是数据的安全 就当时整个这个概念 所有才有现在的最新一代的mini post系统 李总你好 刚才听了您的介绍 从2009年到2019年 走到了十年的过程 这十年期间呢 遇到了哪些困难 或者是这个逆境 你谈一谈 主要困难还是资金的问题 因为做研发 这个人员的投入 很就很重要 就是说前期的话 确实很困难 就是说要养人做开发 就一个团队就养下来 一年费用是很可观的 那当时我们是边研发边卖 那到现在为止了 我们有效的客户就超过一千个了 那在这边已经是很不错了 所谓有效是说 因为都知道开店是不断的开 也不断的关 所以有客人是说 可能开到几个月 一两年就关了 那说这个淘汰率是很高的 就对于我的客人来讲 就说如果算这十年来 我们经手的客人 我估计是最起码超过三千个的了 因为有些很难统计 初期的那些local版本 是没有跟踪下去的 在线版本就我们知道 它的那个怎么说 损耗率吧 就三家那种损耗率是很高的 而且越来越高 所以到了这几年 就可以看到 Retail Store 就零售店的比例是 从之前的8比2 零售店是8 餐馆是2 掉到现在的是2比8 就是Retail 零售商店是2 餐馆是8 这样的状况 那是跟现在整个的零售业 跟整个的互联网业紧紧相连的 就是说我们走到这步 现在是站稳的脚跟 就希望在以后 在市场推广 在人员配备方面 会有更大的改善 是这样子的 看来你这个企业 经过了这个阵痛阶段 以后会越来越好 应该是的 谢谢 助理总越来越发展 谢谢 看到这个系统 我觉得客户和你 面对着同一个戒指 客户点什么 他的菜品 他的价钱 一目了然 我想向电视机的观众 详细介绍一下 先看看这边 OK 那本来现在是空白的 这个屏幕的左手边 那我现在这边点一个菜 比如是一个招牌菜 那里现在是不是看到 前面已经有显示了 看到了 那我再点一个叫做西兰花牛肉 我点一下 那里是不是看到了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是一个总共是23块6毛2 对 对 就是说客人点什么 他马上就知道他点了什么价格是多少 那屏的这边呢 是一个 你看到一个那些菜的图案啊 或者是他的店的logo啊 你都可以随意放进去 做个循环播放 作为一个产品展示啊 和商店的展示 这个上了一个展示的窗口 那比如我点这个 郭老肉有图片的 他还是有图片 不过图片没有上传在这里 的话把菜名上去 嗯 是这样子的 这个方便你那个点餐员 有时候直接看图片都知道什么菜的 刚才呀你讲到了 你这些数据呢 传到云端 嗯 现在我想问的是呢 这个云端的数据安全性怎么样 一旦客户的设备出现了故障 嗯 怎么来保证这个安全性 对 这是我们的 我们那个这个 这个mini POS 系统的核心 核心的技术 就是核心的理念 就是数据安全性 那碰到 如果客人的主机坏掉了 或者给贼 给贼砸了 或者什么状况要换机器 对 怎么办呢 你只要很快把机器搬过来 把这个数据恢复 做一个数据恢复 把 你可以通过云端 因为数据都放到云端的 嗯 from the mini cloud 就是通过云端 嗯 这个号码 就是它自动默认是这个号码 嗯 那当然是你可以用 拎另外一个电脑号码放进去 那是另外一个电脑号码 这个数据进去 那现在 OK 这里边有10个备份 我们对客人的数据是做10次的备份 就大概客人机器开了 有生意 每半小时是每半小时是每半小时是做一个备份 传到云端 嗯 传到那个server 那当然是这个是最后一次备份 嗯 那你把电脑最后一次备份 那就最后一次数据放到这里来 全部显示出来 就是说假如你这是新机器的没关系 你之前所做的所有生意 也转到这里来 你也完全把它丢进去了 嗯 就是说你出现什么极端的状况 东屋完全可以解决 哦 就不存在以前的 哎 就是说找不到了 找不到了 嗯 那你就彻底没戏了是吧 啊 是这样子 会保存到永远 对对对对对 那这个过程因为它数据很大 它有几分钟 嗯 那上去之后就是就是跟你最后一次上传数据的 那一ser的数据是一样的 嗯 我现在就是一个系列 它放在同一个页面 嗯 OK 那我现在是点完了 把它传入厨房 就点一个 三个 现在点了三个 那现在厨房打人机 就出票了 那厨师就可以根据这个餐单来做菜 那现在我点了三个菜 那他可以看到 呃 点的桌子是几号 呃 菜名是什么 是吧 那就他 厨师做好菜 那怕就 因为有前有后 你可以每一张只跟着一个菜 再去到餐桌那边上去 那你当然这个这个条子可以把它做成同一个单子的 那也可以对于那些小餐馆 才一个厨师操作链去做的 那就也就比较方便 好的 另外一个 出现状况就是 串上了一个人 呃 客人马上是点餐 他不他不坐下来吃的 他是纯粹付款 打包 那就把他直接就可以付钱 比如他现在付现金 就是他给了27块 他27块钱 你给他一张50 那他就收钱 同时那个 那个 那个 雨漆出来了 那个打印 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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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敢点了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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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客人是自己上门自己点餐 马上带走的 就可以直接付钱 然后就比如我现在付贴比卡 同时的收钱的同时 那个餐单也就传到了厨房来做的 这是一个方式 在整合收银方面呢 我们还跟OTT翻员合作 那就直接的 可以 付 微信支付 或者是 那个 支付宝 像这样子呢 这个客人是付 支付宝的 那个 微信支付的 你可以看到 这里 出了一个二维码 后面呢 也出了一个二维码 那客人呢 只要少这个二维码 那就完成一个付款动作了 那就不像传统的客人还得要 要租一个 读那个支付宝那些 那些读卡器 省掉了那个 注定的费用 这是我们在加拿大 唯一能提供这样的 接入服务的公司 老板您好 您好 这个黎先生 他们公司研发的这个 智能点餐系统 在你们家里得到应用 今天呢 黎先生也留了 我们到这边看一看 我想呢 从用户的角度 您能介绍一下 这可点餐系统怎么样 这点餐系统呢 特别好用 而且呢 它设计了每一个项目 很容易就会配合上你们 你要下单的时候 特别是点在那个项目上 马上就出来很容易 而且那个出单效率也是很快 不到一秒钟 很快那个单就出来了 而且售后服务特别好 没得说的了 首先你要点那个 table 哪一桌子的哪个号码 然后我们现在选呢 大概是13号 多少个客人 两个客人 现在我们按那个送柳 按钮它就进去了 然后厨房就进单了 刚才呢 通过您的操作 这个智能点餐系统 通过后厨的打印出来 经过厨师的加工 多长时间能关到这个桌面上了 基本上我们五到五分钟 最快就是五分钟 就马上可以出差了 这么快啊 对啊 因为它的系统就是不到一秒钟 一秒钟马上厨房就可以收到那个菜单 马上厨师就是要准备材料马上做出来 在你这个店中呢 我看到了 你在使用一个智能收银系统是 Mini Pulse 对 你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个收银系统 因为一个零售店 东西会很多 所以如果说像原来那样 那种普通的那种收银系统的话 我们会发现包括它就进库 然后数量 我们都不知道得人工点 很浪费时间 然后用这个的话 就是它直接在后台 我们每次进货的时候 它都点一个进来这个店里有多少数量 然后它每次卖出去一个 它就自动减了 包括我也知道我店里面到底有多少钱的资金压在这 这省了不少人力 包括那种像什么 它有一个支付宝支付 跟那个方圆支付一起合的 对我们的就收钱比较很简单 很方便 现在基本我们也不收现金 大家也是要不手机要不刷卡 Mini Pulse 然后它的操作很便利 然后品类品种品类都分得很细 有大分类跟中分类跟小分类 然后我们只要点 比方说您要一杯芒果沙冰 冰沙我们只要点一下 然后我会问客人 您是要多糖还是要少糖还是要正常糖 然后是要需要甜一点还是说正常糖分 然后我们如果说是正常糖 我们在这里点一下 然后就可以出单了 然后你稍等一下 点一下确定 然后这边点一下 这边打一下 它的菜单界面是很简洁的 然后收款 我们输入10块 然后完成 然后我们这边就会有一个 就会有一个菜单出来 然后我们的操作人员是按照这个 是按照这个菜单 来制作所有的菜单 这个饭店呢 自从上了这套自动点餐系统之后 你有什么新的收货 看看这个设备 我觉得这套点餐系统非常方便 操作起来比较容易 就是员工学得也比较快 就是客人呢 就是脚零什么的 看得比较兴趣 然后收据啊 就客人看得比较方便一点 对 工作效率提高了吧 是多雇人员了还是少雇人员了 当然少雇人员了 省钱了 对啊 省钱了 降低成本了 对 这后边有个打印系统 对 前面和后面是分开的 分开的 很方便 而且后面每个收据 每个菜也是分开的 分给不同的厨师来做操作 比较方便 现在能不能介绍一下你的新品上市 好的 像从去年开始的话 绿续有用户跟我们订这种自动售卖机 你可以在一些著名的联锁店看到这个机器 这个还是32寸的 就像这个客人 他是一个奶茶店 他跟我们最近订了一个这样的系统 那我们要跟他的要求来设计版面啊 来设计这个order的顺序啊 那我现在演示一下 嗯 好 像是order now 那刚刚还跟他做了一个产品上去 所以现在选这个产品 是led 好 它有什么杯 你可以马上选 算这个 我叫做led regular 好 那就led 那是甜度 sweet level 对 有个normal 常规甜度 好 那个favor就是各种水果 各种水果 比如我可以加一个blueberry 蓝莓 加一个芒果 芒果 橘子 点不进去了 干嘛呢 这个客人特别要求 他刚才是大杯的话 只能是中杯的话 只能点两个favor 这就是一个客人的特别要求 所以每个客人的要求不同 我们是根据客人的要求 跟他做这个program 那到下一步 那就这种pvp 这个呢 这种它还是加那个乌龙 它加他们说是茶底了 就是变成茶的 比如乌龙跟这个铁观音 是这样子 它可以替代 那就led 它本身你可以像这个位置 是可以微信支付 它客人的手机可以少的了 另外在北美正常的 它就有一个credit卡 post刷卡机 它是 就当你check in check out完了 它是通过这个post机来刷卡 那就完成了一个收款的动作 就是不需要到前台去 不需要 那同时完成之后 也是像普通的机器量子 把这个order送到厨房 那客人就拿这个单子 在前台等那个食物出来就可以了 在这边 那边说 就不需要 不能够 说 这种东西 就不需要 可以 在那边 就不需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